洛杉矶时间10月25日,洛杉矶会议及旅游局在Saint-Anita Park举行了2018年会员继旅游同业展交会。 本届展交会是洛杉矶中国地界旅行社与洛杉矶旅游局对中国出境游市场感兴趣的会员面对面交流, 深入了解彼此产品服务,交换资讯,洽谈未来合作的一个绝佳机会和平台。 当天的活动吸引了洛杉矶地区著名的酒店、景点、购物中心、餐厅、航空公司、交通服务及旅游相关服务等领域的公司机构共享盛举。 freuen不 сиг,我们已经在拉屁了一面对它的1-6-3-6-4-6-4-6-6-7-6-3-6-6-1-6-6-1-6-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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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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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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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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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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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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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7-6-6-6-7-6-6-6-7-7-6-6-7-6-6-7-6-7-7-7 我们一直在转租的中心 我们就刚刚刚刚刚的转租 我们现在的转租车 现在我们现在的转租车 现在我们中国人的第一次旧 我们迎接近中国人的客户 在各个月底中和街上 每天都在这个地上 在哪个月底 50%的我们的客户 旅游业是洛杉矶经济发展的引擎之一 据洛杉矶旅游局2018年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洛杉矶2017年接待游客达到创纪录的4850万人次 2017年到访洛杉矶的国际游客比2016年增长16万人次 其中的中国游客同比增长6万人次 突破100万人次 达到创纪录的112万人 而旅游业带来的直接收入达到227亿美元 创历史新高 在资讯分享中 洛杉矶旅游局高级总监Stephanie Nakasone 和亚太地区销售总监于美妙 分别向大家介绍了洛杉矶地区的丰富旅游资源和团体服务项目 并表示 无论是旅游团体还是旅游业者 洛杉矶旅游局都非常愿意为大家搭建资源合作的桥梁 充分利用洛杉矶多元化的旅游形态和内容 更好的为世界各地的游客服务 以便让大家感受到来洛杉矶旅游的独特体验 在洛杉矶旅上 中国是非常重要的市场 我们是第一个美国的中国的第一个国家 邀请超过一万亿中国的客户 为了做这些 中国有四个办公室 然后我们在洛杉矶里有我们的主要组织群 在洛杉矶旅上 我们非常非常与努力 当天的展交会也为与会者提供了体验 生态安妮塔跑马场独一无二的纯学马 赛马竞猜和马场游览活动 魅力中国记者现场报道